這間就是日之彩酒店,沖繩也有一間 沖繩那間很貴貴,聽聞說 酒店外面有很多食物 這間拉麵 我估計這間酒店很貴 所以別猜錯 1180日圓 真是貴足全日本 旁邊的1280日圓 真是懂得做生意 這個是食糊位,真是沒得說 這個價錢是絕對貴的 850日圓 不對,都有一些780日圓 890日圓,其實這個價錢也是貴的 1500日圓的拉麵都有 真是貴,全日本 這間店真是懂得做生意 沒辦法 這裏這麼多遊客 對著酒店 這間松屋 他又不會亂來 因為這個是連鎖店 他沒得加價 這個就真是正式的窮人食堂 他對面有個商店街 走去看看 應該很多關門 但食股應該有些都開的 因為這裏很多遊客 對面有一家拉麵 不對,是烏冬 烏冬 烏冬沒興趣 走去對面看看 大阪黃窗 都不是老的 現在幾點 這麼快收 真是離譜 所以你說在日本找東西吃多艱難 再向前面看看 酒店對面就是通天閣 酒店對面就是通天閣 這裏有一間酒吧 都散了 算了 免得去前面 這麼遠 隨便吃 我就吃這間泰國菜 它不是貴的 一個套 1,000日圓都有購物 這間是泰國菜 就是最討厭 沒有價錢買 不是 都有 嘩 真是便宜到飛起 離譜 便宜到離譜 好像這個 看錯了 是980日圓 這裏的套裝很便宜 這個是 雞肉飯 很便宜 890日圓 可能稍後再做一個套裝 因為很餓 這個是 都是雞肉 不過是炸的 第三個套裝 我就點了這個 這個是最貴的 可能還要點多 因為剛才吃不飽 完全 這個雞肉 中了一幅 張相片很漂亮 我看到沒有脂肪 好像走地雞 那樣 好了 來了 第一個套裝 這個貴的套裝 1200日圓 春捲可以 那碗河粉很好吃 但是這碗飯 這個飯 我覺得偏甜 它的雞肉很好 這個餐 其實中規中矩 可以 但是 我點多了一個雞 這個就中了一幅 它裏面好像是蠟鴨一樣 雞腿的部位 而且很乾身 太乾了 這個雞 很難照得下 很怪 這個雞 它的調料 泰國菜 真的有差不多 那些蒜頭很好吃 好了 接下來 我早上 五點半 六點鐘到 這個木樽 預賣市場 很多人拍 youtube也有拍 其實我覺得這裏根本不會是便宜的 那些東西 根本旁邊就是遊客區 好了 那今天呢 由於是日本假期 它六點鐘都沒有開 今天是休息 這個木樽預賣市場 但我見到門口 有一間海鮮丼專門店 好多人排隊 全部都是日本人 我都試一下去排隊吃 那我叫了一個2800日圓的海鮮丼 裡面有海鮮丼 這檔東西已經有人排隊 排隊那時候 他有個員工出來 問你吃什麼 拿點餐牌 已經要你點定這餐了 接著我排隊 後面有個大陸人 兩個應該都是遊客 通常複賞很美 但是來的會差一點 會有些落差 但是這間這麼多人排隊 所以我估計都不會差到去哪裡 是2800日圓 唉為了8片要去吃這個 其實我早上 根本不想吃這些海鮮飯 哪有這麼多胃口啊 早上 其實我排隊 我都是跟他說 唉不好意思 Torikasi 即是取消 麻煩 接著我回到酒店 隨便吃少許早餐 算了 因為早上吃這些 都挺難吃得下 就算你點出名也好 我點了那個左上角的福 海鮮丼 你看裡面 六點就 滿了棚啊 裡面 我下次再來試 超過六點已經這麼多人了 你說可想而知 如果中午夜晚會是怎樣呢 這間店 不可想像 看見這個木津市場 還沒開門 儘管在這裡排隊 試試吃一下這間 海鮮丼專門 排餐牌 點訂的菜 看看先 我都是吃第一個了 海膽海鮮丼 2800日圓 即管試試看 看這些日本人 現在真的好似香港人 全部都是穿 牛幾粒幾 不是 是短衫短褲 踢拖鞋 你看他的髮型 比自己剪 現在的日本人 一點都不型仔 今天的木津市場 全部都關門 因為今天是日本假期 接著我都走了 因為早上真的沒有餵口 吃這種海鮮丼 走了 接著來到酒店旁 這個出名是便宜的超市 但是由於旁邊就是酒店 遊客區 這間超市也都會好適做生意 它的水蜜桃 是買到400日圓一個 一點都不便宜 在西城區 有很多這間超市的 激安超市 它裏面的東西 真的便宜一些 比一般超市 但是這間 由於在酒店旁邊 一點都不便宜 只是看它的水蜜桃 現在季節性的水蜜桃 它都要400日圓一個 兩個都一起 八百八十日圓 很貴貴 用這個漢字寫著 不要用手指握 只是證明這裏很多中國遊客 沒辦法 這個都是食壺 激安超市 變成完全不激安